人是靠不住的 韩非是被同学害死的 他的同学叫李斯 李斯和韩非都是荀子的学生 正如庞娟和孙殡都败在鬼谷先生门下 而且就像后来李斯嫉妒韩非 庞娟也嫉妒孙殡 其结果是庞娟设计陷害这位同学 让他受了病刑 从此失去本名叫做孙殡 大难不死的孙殡秘密密地逃到了齐国 成为齐将田记的幕僚 公元前341年 孙殡用计大败魏将庞娟与马陵 魏太子被俘庞娟自尽 商鞅见魏国遭此重创 也趁火打劫 在第二年大败魏公子昂 逼得魏国迁都大梁 这时的魏军便正是梁慧王 梁慧王一败于孙殡 二败于商鞅 孟子跟他讲仁义 他当然听不进去 韩非却比孙殡惨 与孙殡不同 韩非出身韩国王族 可惜当时的韩国已奄奄一息 他的主张韩王不能用 他的著作秦王嬴政读了后 却爱不释手 于是嬴政发兵猛攻韩国 非得一见韩非不可 韩王恐惧赶紧派韩非使秦 李斯就紧张了 这时的李斯亦是嬴政的客卿 他知道自己的才干比不上韩非 便对嬴政说 此人是韩国公子 会死心塌地帮助秦国吗 弄不好是韩国的卧底吧 嬴政跋扈惯了 不假思索便将韩非下狱 其实嬴政并无杀意 李斯却心狠手辣 他立即派人给韩非送去了毒药 韩非想对秦王解释 也不得批准 只能引药而死 终年四十七岁 对此司马迁很是感慨 司马迁说 韩非怎么就不能自救呢 他可是写过睡男的呀 的确 韩非应该知道 人不可靠 比如弥子侠和魏灵公 弥子侠是魏灵公的男宠 两人好的时候 曾经分吃同一只桃子 当时那昏君还说 弥子侠爱我 好东西自己舍不得吃 等到弥子侠年老色衰 魏灵公的说法却是 弥子侠简直混蛋 把吃剩下的给寡人 人怎么靠得住 还有一个故事 也是睡男中讲的 这故事说 有一次郑武公问群臣 寡人要用兵 哪个邦国可以讨伐 某大夫说 胡国 郑武公勃然大怒 胡说 胡国是兄弟 你说可以讨伐 什么意思 于是 郑武公把那大夫杀了 胡国很高兴 觉得郑武公够哥们 谁知道 胡国刚一放松警惕 郑武公就动手了 而且一举拿下 原来他的愤怒和杀人 都是烟幕弹 这就是所谓兄弟 看来 同学是靠不住的 兄弟是靠不住的 君臣也是靠不住的 哪怕那君臣是情人 那么夫妻呢 也靠不住 韩非说 魏国有一对夫妻做祷告 老婆对神说 但愿我们平安无事 有一百步币 老公说 你这人也真是老实 怎么才要这么一点 老婆说 一百步币就够我们花的了 钱赚得多 你还不拿去讨小老婆 夫妻靠不住 父母呢 同样靠不住 韩非说 老百姓生了男孩就庆贺 生了女孩就弄死 因为男孩是劳动力 女孩是赔钱货 父母对子女 岂非也是计算之心 以相待 所以韩非说 千万别相信人 韩非甚至还说 人主之患在于信人 尤其是那些万圣之主 千圣之君 绝不可以相信自己的王后和太子 因为他们都是盼望你早点死掉的 是这样吗 是 道理很简单 男人五十而好色未解 女人三十而美色衰矣 所以王后过了三十 就会失宠 母后失宠 则太子难保 储君之位 很可能归于新宠 显然 只有君王驾崩 母为太后 子为新君 才能高枕无忧 如果老天爷不长眼 就只好自己动手 王后和太子 尽在君侧 要做点手脚 是很便当的 于是韩非感叹说 以妻之近 与子之亲 而由不可信 则其余 无可信者已 好一个韩非 君臣 父子 兄弟 夫妻 这些儒家最为看重的人际关系 在她的眼里和笔下 都变成了赤裸裸 血淋淋的利害和算计 没有半点美丽和温馨 温情默默的面纱 被无情地撕开了 露出来的是 尔虞我诈 是巧取豪夺 是刀光剑影 是你死我活 这可真是直面惨淡的人生 历史上 似乎没人这样直白地 说出了人性的恶 还说得那么不动声色 那么理所当然 丝毫都不顾及听到的人 会有什么样的心理反应 这是一种来自真实的冷军 真实是最有力量的 于是 在韩非这份沉甸甸的冷军面前 孔子的厚道 莫子的执着 庄子的浪漫 都一下子失去了分量 事实上 在读过韩非子以后 你不觉得客戟负礼 有点迂腐吗 不觉得奸爱天下 有点矫情吗 不觉得自在逍遥 有点轻飘飘吗 也许 只有老子那句话 还有点意思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雏狗 雏狗的哲学 该是什么 人性的善恶 何以支支 孟子 人性向善 人性问题 是告子提出来的 告子的态度很明朗 观点也很鲜明 一 人性是存在的 也是天生的 它就是人的天性 二 人的天性 就是饮食男女 即自然属性 叫实色性也 三 作为自然属性 或人的天性 人性 无善恶 对此 孟子不能同意 于是 辩论在告子 和孟子之间展开 告子说 天生的 就叫做性 孟子反问 天生就叫性 好比白 就叫白 是吗 告子说 正是 孟子又问 因此 白语的白 就是白雪的白 白雪的白 就是白玉的白 是吗 告子又说 正是 孟子再问 那么 狗性 就是牛性 牛性 就是人性吗 告子怎么回答 不知道 从莫子开始 朱子讲述的辩论案 都是以对方无话可说告中 像论语那样如实记录的 罕见 不过 孟子的意思 却很清楚 第一 不要抽象地谈性质 抽象地谈 羽毛 雪花和玉石 没有区别 都是白的 由此几笔 则白语 白雪 白玉 跟白马 白羊 白狗 也没什么区别 也都是白的 那么请问 这样的性质 有意义吗 第二 也不要谈什么 人的天性 论天性 人和动物 根本就没有区别 比如吃东西 和生孩子 动物也会 也想 也能做 还不差 如果把这看作人性 岂非犬之性 由牛之性 牛之性 由人之性 所以 要么别谈人之性 要谈 就谈社会性 那么 人的社会性 有善恶吗 孟子认为有 告子认为 没有 告子说 天生的人性 就像水 东边开了口子 就往东流 西边开了口子 就往西流 哪有什么善恶之分 听起来 这很有道理 于是孟子 接过了话头 孟子说 没错 水的流动 确实无所谓 是向东 还是向西 但难道 也不分上下 要分的吧 水上且 要分上下 人难道 就不分善恶 也要分吧 怎么分 水性向下 人性向善 这同样听起来很有道理 的确 所有的水 都是往低处流的 因此 所有的人 也就都要往高处走 水 有往高处流的吗 没有 那么人 也没有不向善的 有问题吗 有 先请问 照此说来 人性本善吗 不 向善 正如水性 就并不是本下 而是向下 人性亦然 水的特性是 趋向于低处 人的特性是 趋向于善良 这就叫 人性之善也 有水之救下也 人性向善 才是孟子的观点 本善不是 那么 所有人都向善吗 是 这就叫 人无有不善 水无有不下 既然如此 为什么还会有人作恶 环境和条件使然 这就好比水 如果把它堵起来 也会上善 但你能说 这就是水的本性吗 当然不能 只能叫 其事 则然也 同样 人性向善 只是一种可能性 并不等于 一定就善 你创造和提供善的环境和条件 它就善 反之 则可能恶 也就是说 性善 只是可以为善 这就要问 为什么可以为善 因为人性当中 原本就存在着善的可能性 这就是同情心 羞耻心 恭敬心 和是非心 这四样东西 是每个人都有的 孟子说 侧隐之心 人皆有之 修物之心 人皆有之 恭敬之心 人皆有之 是非之心 人皆有之 孟子认为 这就是共同人性 由此产生的是 共同价值 即人义理智 其中 侧隐之心 就是人 修物之心 就是义 恭敬之心 就是理 是非之心 就是智 所以 人义理智 并不是外部世界强加的 而是每个人都固有的 只不过 大家没怎么注意而已 其实 只要认真想想 努力追求 则人皆可以为遥顺 相反 舍弃向善可能性的 就成为恶人 这就叫 求则得之 舍则失之 这就是 世人有善有恶的原因 仁义道德的人性依据 也就在这里 这当然是对儒学的重大贡献 也是对中华文明的重大贡献 因为把核心价值观 提出来了 现在 还有问题吗 有 我们要问 按照孟子的说法 人类不是没有什么天性吗 人的社会性 不是并非天生吗 那么 他为什么无需教育 就会有侧隐 修物 恭敬 是非之心 这些人性中向善的可能性 怎么就我故有之 而非由外说 这 岂非漏洞 当然是 如果不堵住 儒家还是站不住脚 那么 谁来填补漏洞 寻子 寻子 善能胜恶 寻子的主张是 把人性分成两半 哪两半 一半叫性 一半叫伪 什么叫性 生之所以然者 未知性 什么叫伪 可学而能 可视而成 未知伪 也就是说 天生如此的就叫性 事在人为的就叫伪 很清楚 性就是人的自然属性 伪就是人的社会属性 性和伪加起来 才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人性 这在寻子那里就叫 性伪之分 这样区分 有什么意义 解决 善恶问题 怎么解决 恶来自性 善来自伪 性是恶的 伪是善的 性则恶 伪则善 这确实高明 于是我们终于知道 儒家主张的 仁义道德 包括孟子主张的 向善之心 是从哪里来的了 按照荀子的说法是 教育出来 熏陶出来 改造出来的 所以 善是社会性 教育 熏陶改造之前的性 是恶的 这就是荀子的 性恶论 也就是说 荀子主张性恶 不是说人性恶 更不是说人性本恶 而是说 人的自然属性恶 至于社会属性 则仍是善 也必须是善 只能是善 所以 孟子的人性论是 人性向善 不是人性本善 荀子的人性论也是 人性有恶 而不是人性本恶 本恶是韩非的主张 不是荀子的 本恶与有恶 有什么区别 不把人性看作本恶 就还有希望 因为人性之中 除了性 还有伪 性战胜了伪 就是恶人 伪战胜了性 就是好人 一个人是善是恶 就看你选择的是性 还是伪 那么 伪能战胜性吗 能 因为性属于自然 伪属于人类 人定胜天 就包括战胜恶的天性 和天性的恶 这就叫化性 而其伪 化性 其伪是什么意思 化就是改造 其就是兴其 化性就是改造天性 其伪就是兴其善心 换句话说就是 以人的社会性 去改造人的动物性 和自然性 这跟荀子的世界观 是完全一致的 他的天论和人论 也高度统一 荀子的乐观 并非没有道理 所以荀子主张 人类自为 君子自强 他也得出了 与孟子异曲同工的结论 叫 图之人 可以为语 也就是说 任何一个普通人 只要化性而其伪 就能成为高尚的人 纯粹的人 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这跟孟子 岂非殊途同归 事实上 孟子和荀子都同意 人性是道德的基础 都认为 人的社会性是善 也都承认 人类社会 有善和恶 两种可能 不同之处 仅仅在于 孟子更看重善的倾向 并把它看作水 主张积极引导 荀子更注意 恶的可能 并把它看作火 主张严加防范 结果是什么呢 是孟子侧重 讲仁义 荀子侧重 讲礼乐 他们从不同的方向 继承了孔子 然而 分歧 也正在于此 按照孟子的观点和逻辑 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虽然没有天生的善 却是趋向于善的 只要引导和养护就好 因此 思想教育是管用的 以德治国 也是可行的 所以 孟子往往被看作儒家正宗 他不厌其烦地讲爱心 讲仁政 讲王道 办国王培训班 希望通过正君王 而正天下 原因也在这里 荀子却不认为 事情有这么简单 在他那里 人性中的恶是先天的 与生俱来的 这就不能靠引导 只能靠防范 靠改造 靠镇压 简直就是一场战斗 这是只有圣人 才能完成的任务 荀子就是这么说的 他告诉我们 圣人知道人的天性是恶的 这才设立军权 来进行统治 明确礼义来进行教化 制定制度来进行治理 加重刑罚来禁止犯罪 以求普天之下 都出于智 何于善 军权 礼义 法度 刑罚 就是化性其伪的手段 天下大智的途径 在这里 我们分明看见了 法家的影子 专治集权的主张 更是呼之欲出 因此 先秦最后一位 儒学大师的学生 竟是法家的极大成者 也不意外 众所周知 这位学生就是 韩非 韩非 人性本恶 韩非只不过 比荀子多走了一步 前面说过 孔子是不谈人性的 也许他知道 那里面有一个 深不可测的陷阱 孟子被动谈人性 却有保留的 说善不说恶 结果留下一个漏洞 荀子为了填补漏洞 不得不把人性 一分为二 分成了先天的性 和后天的为 前者恶 后者善 这一步 非常关键 因为无论荀子 如何坚守 最后的防线和底线 都在实际上 承认了 人性中有恶 这是一个临界点 因此 只要有人 再走一步 就会质变 结果 韩非还真的这样做了 而且他只是 讲了几个故事 儒家伦理 就全线崩溃 满盘结束 那就来看 韩非的故事 韩非说 军事家吴启 据说是爱兵如子的 他作为魏国将军 攻打中山国时 有一个士兵身上 长了毒疮 吴启就跪下来 亲自为这个士兵 瞬息毒疮的浓血 士兵的母亲见了 在一旁哭天枪地 有人问 将军爱兵如此 你为什么还要哭呢 母亲说 当年吴将军 就是这样对待我丈夫的 结果他战死了 我的儿子 恐怕也得战死吧 讲完这故事 韩非没有发表评论 但他在同一篇文章 讲了另一段话 韩非说 故宫给地主种地 地主又是送饭 又是给钱 是因为爱故宫吗 不是 是希望故宫 能够多卖力气 故宫全力以赴 精心耕耘 挥汗如雨 是因为爱地主吗 也不是 是为了多吃好饭 多拿工钱 由此可以推论 吴起为士兵 瞬息毒疮的浓血 也不是爱士兵 而是要让他去当炮灰 是啊 想想看吧 晋人王梁 号称爱马 岳王勾剑 号称爱民 结果怎么样呢 马和人 都被他们送上了战场 于是韩非接着说 开马车铺的人 都希望人富贵 开棺材铺的人 都希望人早死 难道因为前者仁慈 后者残忍吗 当然不是 真实原因是 没人富贵 马车就卖不掉 没人死亡 棺材就卖不出 马车铺老板也好 棺材铺老板也好 都不过是为自己打算 没什么仁义不仁义 道德不道德 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实际上 人性是善还是恶 不用讲那么多道理 看人际关系就行 如果人与人之间 相爱或互义 那么人性就是本善的 或相善的 或友善的 反之则不是 那么请问 在韩非讲的这些故事中 人与人的关系是爱 是义 还是利 利 韩非说 人不管是愚蠢的 还是聪明的 在进行选择的时候 都会有所取舍 取舍的标准 也只有四个字 趋利避害 这是人之常情 故利之所在 民归之 民之所张 是死之 人们的追求 说到底 无非名利而自 大家都说 鲁国的杨虎 犯上作乱不对 但只要利益足够大 请问普天之下的 大小陈辽 又有谁 不是杨虎 人性 岂非本恶 所以 没有人不牟利 也没有人不算计 比如伯乐 是备受推崇的 他教人像马时 如果讨厌那学生 就教他像千里马 如果喜欢那学生 就教他像普通马 你以为伯乐 高风亮节啊 错 实际情况是 千里马 百年不遇 好处来得慢 普通马天天都卖 佣金来得快 伯乐这样教学生 难道没有算计过 君臣关系 也如此 韩非说 君与臣 原本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他们能够合作 是因为君主 需要臣子的智力 臣子贪图君主的风赏 这才苟且在一起 有害于自己 而有利于国家的事 臣不会做 有害于国家 而有利于臣下的事 君也不会做 君臣关系 只有各自算好 自己的账 才能建立 也才能巩固 因此韩非说 君以继续臣 臣以继弑君 君臣之交 继也 这真是惊世骇俗 却也震聪发聩 没错 韩非是把话说得太绝 因此难免片面 实际上 社会并没他说得那么黑暗 人心也没他说得那么险恶 在他自己的著作中 也不是一个好人都没有 然而他的观点 却未尝没有一种片面的深刻 那么 韩非的深刻之处在哪里 人是靠不住的 靠得住的是制度 表面上看 这并无新奇之处 事实上 儒墨两家 同样重视制度 儒家尊礼 墨子尚童 就是制度 但儒墨两家的制度 是以仁爱或兼爱 为前提的 所以他们更看重道德 他们的制度 也只有正人君子 才能实行 韩非 却完全不同 在韩非看来 既然人性本恶 那么 你就不能指望他变善 更不能指望他行善 唯一能做的 是用制度 来防范人们作恶 韩非说 使人之为无善也 境内不实数 用人不得为非 一国可使其 意思很清楚 自觉自律的真君子 一国之内 找不到十个 着眼于 没人胆敢犯法 则天下从此太平 所以 思想教育 是没用的 以德治国 也是不行的 惯用的是 两面三刀 和言行俊法 两面 就是赏和法 三刀 就是世术法 所有这些加起来 就是韩非的 所谓法制 这当然是颠覆性的 因为华夏文明的 正宗和传统 正如奠基者所说 是以人为本 以德治国 以礼为序 以阅治和 却未闻 以法治国也 于是 要德治 还是要法治 就成了最后的争名 德治 还是法治 争论 从孔子的时代 就开始了 鲁昭公 二十九年 晋国 继正国的 资产之后 筑刑鼎 把刑法的条款 向国民公开 这无疑是法家思想和实践的先生 因为法家的主张就是 法莫如显 而且就是要 使民知之 事实上 公开才公正 公正才公平 这是法治的基本原则 然而 孔夫子反对 反对的原因是 要维护理智 维护理智 就不能公布刑法的条款 因为理智的核心 是尊尊 也叫尊贵 其中第一个字是动词 也是谓语 即尊崇 第二个字是名词 也是宾语 即尊者 刑法的条款 由尊者或贵族掌握 刑法的裁量权 由他们把持 这是尊贵的体现之一 所以孔子说 民察鼎矣 何以尊贵 再读如查 意思也是查 也就是说 民众都能看见 顶上的绿条 知道什么合法 什么犯法 也知道犯法之后 受什么刑法 怎样才能进行规避 凭什么还要尊崇贵人 他们只会尊崇刑顶 如此说来 孔子是要维护贵族特权 不 更是为了维护德制 德制就是以德制国 正如法制就是以法制国 德制的手段是理 法制的手段是行 当然 这里说的法制 是古代意义上的 不是现代意义上的 古代的法制 其实是行制 因此韩非他们的 以法制国 也应该叫行律制国 弄清楚了这一点 才看得懂孔子 那么 孔子为什么要反对 法制和行制 因为 治标不治本 孔子说 道之以正 其之以行 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 其之以理 由耻且格 这话翻译过来就是 用政令来引导 刑法来规范 人民不敢犯罪 但没有羞耻心 用道德来引导 礼仪来规范 人民不但知羞耻 而且能自律 这就是孔子坚持 德制和理智的原因 显然 孔子是有道理的 不想作恶 和不敢作恶 也肯定是前者更好 韩非为什么还要反对 因为在他看来 孔子的理想 根本就实现不了 韩非看得很清楚 人们之所以干坏事 并非由此嗜好 而是利害释然 利之所至 趋之若鹜 害之所加 避之不及 如果利害关系不大 或许还能讲点道德 一旦诱惑无法抵御 或者危害难以承受 恐怕就什么都顾不上了 所以韩非认为 君主治国必须也只能 左右开弓 两面三刀 左右和两面 就是赏与罚 只有赏与罚 才能对付利与害 什么理智 什么德智 都是靠不住的 问题是 行智和法智就管用吗 那要看你文章是否做足 工作是否到位 韩非的主张非常明确 赏就要慷慨大方 说话算术 让人有利可图 这就叫赏莫如厚而信 使民利之 罚就要心狠手辣 从重从快 让他们魂飞魄散 这就叫罚莫如众而弊 使民谓之 更重要的是 执法要统一 立法要持久 法令更是要公开 这就叫法莫如依而固 使民知之 高官厚禄 言行俊法 说一不二 并且另行禁止 这就是韩非的 法治三原则 重赏之下 必有永夫 高压之下 必有良民 这是他的基本观念 这样的法治 难道是我们要的 法家颇受诟病 也不奇怪 实际上 法家的问题 不在执法 而在立法 立法的问题 也不在具体条款 而在立法精神 也就是说 一个国家 为什么要有法律 要行法治 法家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要巩固君主的统治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他们甚至不惜 文化专制和思想专制 韩非说 故民主之国 无书简之文 以法为教 无先王之语 以利为师 无思见之汉 以斩首为用 这实在说得很露骨 实际上 无书简之文 就是不要一切文献典籍 无先王之语 就是不要一切思想遗产 这不就是焚书坑儒的 舆论准备吗 在这样一种环境下 成长的国民 大约也只能是 以斩首为用的杀人机器 他们在韩非那里 被恰如其分地称为 王资 君王称霸的资本 王资们遵守的 当然也只能是王法 现在我们陷入了两难 是啊 韩非的法 固然是帝王之法 孔子的德 又何尝不是君主之德 他只所谓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不就是说给 其警公听的吗 一个王法 一个王道 半斤八两吧 看来 必须跳出 如法之争 实际上 斩断争论并不难 治国到底应该是 以德还是以法 当然是以法 德并不具有可操作性 所谓以德治国 其实是以理治国 或伦理治国 德治与法治之争 则其实是理治与形治之变 那就用不着再讨论了 以理治国 早已是明日黄花 并不可能似曾相识 厌归来 至于德与法的关系 也不难摆平 以法治国 以德与人 也许就是合适的选择 真正需要思考的 恐怕是这样一些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有法 我们为什么要有德 我们要什么样的法 我们要什么样的德 这不能不想 因为无德之德 必是伪善 非法之法 必为恶法 这样的亏 我们吃的还少吗 吃一亏长一智 那就认真想想吧 想一想 人性该怎样看待 制度该怎样建设 民族之魂该如何铸就 未来的路又通向何方 但这已非先秦诸子 所能回答 没有结论的争鸣 从孔子到韩非 先秦诸子的静相争鸣 奏响了我们民族 思想文化史上的 华彩乐章 也留下了一大堆 至今仍然让人 困惑不解 和争论不休的问题 但议题虽多 总的来说 却只有两个 哪两个 一是如何治国 二是如何做人 做人的哲学 即生存之道 生存之道的争论 源于两个方面的不同 一是人性论 二是方法论 道家是从来不谈人性的 因为用不着 在他们看来 人性就是人的天性 否则怎么能叫性 莫子 孟子和寻子则认为 人性就在 人与动物的区别 否则怎么能叫人性 那么 人与动物的区别何在 莫子认为 在劳动 孟子和寻子认为 在伦理道德 莫子说 不劳动 人就不能生存 孟子和寻子则说 无礼意 人就禽兽不如 寻子甚至说 人之为人 难道仅仅就在 二族而无毛 在父子之亲 和男女之别呀 所以 莫子贵异 寻子遵理 莫子主张 自食其力 各尽所能 按劳分配 机会均等 寻子主张 贵贱有等 长幼有差 轻重有别 贫富有称 其价值观 莫子的是公平与正义 寻子的是秩序与文明 至于孟子的主张则是 人民爱物 相善极恶 尊贤敬长 明辨是非 这些主张 分论则仁义理智 和论则统称为义 孔曰成人 孟曰取义 这是孔孟的区别 他们共同的价值观 则是仁爱与道义 只有韩非认为人性本恶 这就牵涉到方法论 韩非的方法论是斗争哲学 他的名言叫 兵叹不同弃而久 寒暑不坚实而至 也就是说 矛盾对立的双方 势不两立 你死我活 非黑即白 因此 人性中既然有恶 那就不可能再有善 也因此 德智和理智都不管用 只能威胁利诱 言行俊法 两面三刀 孔子的方法论是 忠庸之道 忠就是不走极端 庸就是不唱高调 不走极端 就既不能讲人性恶 也不能讲人性善 不提最好 不唱高调 则不能当真主张 回到姚顺或商周 如有可能 无其为东周湖 老子的方法论是 正言若反 他也有句名言 叫 或兮服之所以 服兮或之所服 也就是说 矛盾对立的双方 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 相互转化 按照这个逻辑 则善就是恶 恶就是善 善能变成恶 恶也能变成善 所以老子不谈人性的善恶 但老子不谈人性 却谈治国 这也是诸家的共同话题 区别仅仅在于 道家自治 墨家人治 儒家德治 法家法治 结果 韩非与老子 惺惺相惜 因为都讲无为 墨家与法家 殊途同归 因为都讲军权 反倒是既没讲过自由 又没讲过平等的孟子 主张民权 历史要开玩笑 真是谁都挡不住 道路的选择 却很清楚 大体上说 道家讲天道 墨家讲地道 儒家讲王道 法家讲霸道 讲天道 就是要回到太古 讲地道 就是要回到尧顺 讲王道 就是要回到商周 这些都是倒退 只有讲霸道 才能走向秦汉 于是 法家胜出 然而法家的独占凹头 只是映花一现 汉初贵黄老 五帝尊儒学 此后历朝历代的智术 其实都是奸取儒法 杂用王八 学界和士林 则儒道互补 三教合流 也就是说 在意识形态领域 如法两家共同成为执政党 只不过一个台前 一个幕后 一个红脸 一个白脸 道家成为在野党 某些时候也参政义政 但多半与佛家思想 轮流坐庄 只有墨家成了地下党 在社会底层 暗地里流行 由梁山好汉和江湖帮会 部分地实现其主张 那么 百家争鸣 就这样画上句号了吗 没有 的确 批判的武器 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同样 武器的批判 也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 比如治国的争论 虽然由秦皇汉武 用他们的刀剑和权杖斩断 问题却并未真正解决 否则 怎么会有后来的辛亥革命 这样看 三百年的争鸣 又其实没有结论 没有结论 也很正常 实际上 诸如人性是善是恶之类的问题 可能永远都不会有结论 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也需要全人类来共同思考 问题是 在诸子的时代 我们有深入思考的空间 实现价值的可能吗 好像看不出 比如自由和平等 平等是莫子和韩非都主张的 平等再加自由 则是庄子的价值观 逍遥游就是自由 奇物论就是平等 这当然非常了不起 可惜庄子的平等 是无法实现的 他对自由的理解 则有问题 事实上 自由从来就不是天赋 也从来就不属于自然界 以天然为平等 以率性为自由 最后只能是没有自由 没有平等 莫子和韩非更糟糕 从平等走向了专制 这就得问问为什么了 其实 回顾一下 朱子的争鸣 我们就会发现 所有的质疑和争辩 都没有超出 世俗生活的范围 这就跟同为轴心时代的 其他民族思想家 颇为不同 面对苦难 犹太先知和释迦牟尼 超越了尘世 面对自然 古希腊哲学家 走向了思辨 他们都在追问 人的终极存在 追问世界的起源和本源 这是先秦朱子不关心的 即便老子的道 也不是古希腊的物理学之后 而是中国的伦理学之后 显然 我们的文明 即便在它思想最活跃的时代 也缺失了宗教和科学 这两个项度 也许 这就是原因所在 或原因之一 如果是 更深层的原因 又是什么 这就关系到 三千七百年以来 我们的命运和选择 只能从长计议 慢慢到来 此刻能做的 是先来看看 秦皇汉武们 如何缔造出 中华史上的 第一帝国 中华史上的 '